接下来,场地自然就转移到了乾清宫了 受害者换了衣服之后,头发都没有干呢 就一脸委屈地站在了康熙的面前 身后自然是跟着他们的阿玛 既然老实宠了孩子 那自然就不能拦着三阿哥和四阿哥为了受委屈的孩子们撑腰了 八阿哥得了信,琢磨了一下,还是匆匆忙忙地赶了过去 不管能不能帮洪轩减轻罪罚,还是得去打个照面的 这样对九阿哥也好有个交代呀 至于老实,八阿哥已经不想去理他了 而其他的大小阿哥则全都躲了起来 这次洪轩可错大发了 而且还铁正如山,想赖都赖不掉啊 康熙给的处罚肯定不清 他们可不想届时,老实再给他们忍受一份信 指责他们这个当叔伯的见死不救 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找不在场的正当理由 因此,前进宫里的人倒不多,一点也不拥挤 洪轩这个造势者则秉承了老实的一贯作风 态度极为嚣张 干了坏事,竟然自己跑回了阿哥所吃着点心去了 悠闲地等着康熙的传唤 到了前清宫 嘴角还留着点心余味的洪轩 像没事人似的给康熙行满了礼 又热情礼貌地给三阿哥,四阿哥和八阿哥打了个牵 然后还很亲切地朝受害者打了个招呼 完全无视前清宫内大伙黑黑的脸 三阿哥和四阿哥都没有说话 连拿眼瞅康熙这类的小动作都没有 是啊,下面站着的都是康熙的孙子 虽然康熙是个偏心眼的 但是不容狡辩的事实在面前呢 康熙想糊弄过去,怕都不容易 何况洪轩貌似一点也都不配合 连假惺惺惺的认错态度都没有 果然康熙怒了,啪的一下,拍了一下预案 混账,还不跪下 红轩听得康熙的一声喝 还适时地流露出个诧异的表情 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模样 然后非常无辜地跪了下去 黄马法,苏仁做了什么 既然惹得您这么生气 就算苏仁不懂事 您也千万别给气着了 苏仁一定知错就改 您别生气了,身子要紧 一副关心老人的乖孙子的模样 三阿哥和四阿哥难得地对视了一眼 快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皆安兵不动了 红警和红石蒸蒸地看着洪轩 又抬头看了一眼康熙 心想,看来石叔真的将洪轩给宠过头了 骄纵的洪轩竟然连审时夺势都不知道 果然,康熙并没有因为洪轩这番假意的表白而消气 说话声音反而更大了 那个混小子 为什么将红警和红石推下水池子 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凶有地功啊 说到此 康熙还愤怒地再次地派了一下预案 力气用得有些大 派得康熙生疼生疼的 于是大伙便听到了签文上述的回答 洪轩这是在教育兄弟呢 还采用的是参与式的教育法 与欺负人扯不上关系的 这下连八个的嘴都给气歪了 原本他以为洪轩会老老实实地认个错 说是一时淘气起了口角 脾气没有按耐住 然后下手呢有些重了一些 等等等等的 然后再万分愧疚地承认错误 给受害者赔礼道歉 然后再保证绝不再犯了 这样自己也能适时地插两句话 实在没有想到 洪轩不仅不认账 反而表起功来 八个也生气了 这小子和他妈一样都欠收拾 八个都生气了 这三个和四个那就可想而知了 两个人的废子都快要气炸了 和着洪轩当着大家全是傻子 但两个人还是不作声 看着康熙如何的处置 康熙也气得无语了 用那只拍桌子拍红了的手指着洪轩 好啊 朕今天倒是要听听 到底是什么道理 既然让你用这种法子来教育他们 洪轩虽然依旧跪着 但还是直起了上半身 用那双齐木格念叨了数百回 要长在安安身上就好了的那双大眼睛 看着康熙呢 口齿凌厉的说道 回黄麻法 课间休息的时候 孙儿凑巧听到了洪警和洪石 在谈论程嘉义的案子 他们都断定 那个数字的娘的的确确偷了人 苏儿一时不忍 就帮着他们分析了一下整个案情 说到这儿 洪轩还扭着头朝洪警和洪石求证着 是这样吗 我没说错吧 洪警和洪石在大人的注目下点了点头 这下 康熙和八个全都明白了 感情洪轩这是在帮着他的额娘出头呢 而萨个和萨个依旧是面无表情 这个缘由 他们来前行工前就已经弄明白了 如今压根就懒得装出一副 原来如此的刮模样 但洪轩在获得了受害人的认可之后 接下来就将齐木格给摘了出去 这事要是我额娘经手 压根就不会闹得这么大 锅鲁罗氏只顾着气脑了 行事别乱了章法 哎 额娘也真是的 这个时候就应该拿出敌附近的拍头来 将事情给揽过来 怎么还能想着锅鲁罗氏的脸面呢 真是的 康熙火了 说正经的 康熙心里气呀 老师府里那个蒙古附近一手遮天 这满京城有几个人不知道的 若不是齐木格怂恿 锅鲁罗氏哪有那能耐派人去砸屋子呀 洪轩也很失失误 反正不管你们信不信自己该表达的意思已经说完了 盲说道 孙儿是这么给他们分析的 整个事情去纠结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成家的血脉 完全没有必要了 你想啊 不管事情真相到底如何 也不管成家为什么当时没有捉奸在床 也不用去理会他们为什么让这孩子活下来 说到此 洪轩顿了顿 千万别说是看在我阿玛的面子上 他们要真实顾及我阿玛 要么就是打掉牙和血吞 将这孩子养得白白净净的 要么就等这孩子一落地就将他给溺水得了 抱一个难产 母子都没活下来 不一了百了了吗 洪轩说到此 摇动了一下他的小脑袋 身材飞扬的说道 所以啊 这事闹得这么大 就是地方官员办事不力 这么简单的理都没有想明白 简直就是 三阿哥咳嗽了一声 大端道 洪轩 广州巡抚是否称职 自有你皇马法定夺 你就不必在这上面多费口舌了 总不能因为这样 你去将洪轩和洪石推到水下吧 洪轩竟然还冲着三阿哥笑了笑 三伯 您别急啊 听侄儿慢慢地往下说 侄儿这么说地方官 洪警和洪石也觉得我说得在理 你们说是不是 洪轩又扭头 找受害者出面作证 在得到他们的点头之后 洪轩又接着说道 因此啊 我就告诉他们 这其实啊 是成家大富 心肠歹毒 容不得数字 成家义这个没有出息的 拼命又怕老婆 只好任由那个毒妇为非作歹 所谓偷人之类的龌龊事都是事后发生的 他们找的借口来搪塞的 但大伙都是傻子啊 这也就是广州 见洪轩又要跑题了 四阿哥打断道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洪轩不大情愿地合拢了嘴巴 看了眼冷若冰霜的四阿哥 巴结道 洪警和洪石 没想出词来反驳我 就冲着我说 即便如此 狄母怎么对待数字 轮不到外人帮着说话 说到此 洪轩又看了看洪警和洪石 是吧 我没乱说吧 洪警和洪石再次委屈地点了点头 洪轩这才说道 正巧我们都站在了池边 我就将他们推了下去 如今也已经快五月了 天气没有那么冷 而且四周都是奴才 洪警和洪石绝对不会染病的 我推他们之前可都是想好了的 洪轩说完还挺了挺凶 好似为自己周密的考虑而自豪着 三二哥和四二哥也顾不上生气了 都齐齐地抬着眼看着康熙 心想 造势者已经亲口承认了 这下没法袒护了吧 八个的头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 见过颠倒黑白的 还没见过颠倒完之后 还等着人表扬的 康熙的脸已经由黑转为了红 由红转成了深黑 咬着牙手的 就这样吗 就是因为他们说轮不到外人 帮着承家数字说话 你就将他们给推了下去 洪轩连忙摇头 玄吉又点了点头 黄麻法 红警和红石都是数字 若是三婶和四婶叫他们住在柴房 我阿玛肯定要出来帮着他们说话的 这可不是分敌数的时候 这可是涉及品行 但我又不好明着打这个屁方 三婶和四婶可都是贤良的人 我若是这么打比方的话 那还不是我这个做侄儿的不孝了吗 我阿玛知道以后肯定会踢我两脚的 然后我又想说 叔叔伯伯中除了二伯是嫡子 其余的全都是数字 可是也没有见过逝去的黄太太们虐待他们呀 但我要这么说 对黄太太们也是大不敬 所以后来我就想啊 洪警他们是数字 可我是嫡子 照着他们的说法 仗着嫡子的身份就可以随便欺负数字嘛 那我就让他们亲身体验一回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若是欺负了他们 黄马法和叔叔伯伯 肯定要为他们讨回公道的 那洪警和洪石到时候也就能明白了 有些事情路见不平 不是说人人都拔刀向柱 但是无论如何都得帮着讨个说法 所以孙儿我就把他们推下水去了 洪轩瞎掰扯完后 见大伙都没人啃声 想了想又解释了两句 我知道 我仗着嫡子的身份去欺负数出的堂兄弟 与嫡母欺负数字还差着那么一几 不能相提并论 但是多少还能有那么一丝的牵连 说到此 洪轩再次扭头看着洪警和洪石 我说的没错吧 眼下黄麻法不正是在帮着你们讨回公道吗 可没有因为我是敌辅晋升的 就认为你们该随便的被我欺负 康熙已经想要吐血了 不想洪轩又冲着康熙说的 黄麻法虽然孙儿的方法不大妥当 但是孙儿可真的是为了让洪警他们的印象深刻 我就是想让他们牢记虽然敌数分明 但是贤德二字是万万不能少的 因此才出了此下策 您可不能罚我呀 三二哥和四二哥若不是康熙在前面坐着 早就上去给洪轩两个大耳光了 没有见过这么可恶的小坏蛋 做个坏事还打着育人的幌子 不想洪轩又扭头冲着他们说的 三伯四伯事情我可都解释清楚了 虽然我的法子不大好 但是的确是出一片好心 你们不会生气吧 三二哥和四二哥脸都不停地在抽着劲 已经惹得天怒人怨的洪轩 却又继续地向洪警和洪石说的 洪警洪石这个道理你们懂了吧 这两个人哭丧着脸不说话 洪轩又加了一句 我敢打赌 你们这辈子肯定都不会忘记了 哦对了 等天热了 我教你们游泳吧 多一记磅石也是好的 洪轩说完之后 还非常可亲地笑了笑 嘿 瞧瞧 还有谁比我更胸有地宫呢 八个叹了叹气 自己再不站出来说两句啊 貌似有些说不过去了 便不情愿地说道 花马 洪轩虽然有些胡闹 但是本意却是好的 我想三哥和四哥应该也不会介意的 还请花马稍作惩戒就是了 八个实在说不出口洪轩无罪的话 康熙想了想又说道 三哥三哥 你们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呢 就是再想冲上去踹洪轩两脚 这两个人也只得说道 啊 那洪轩一片好意 还请花马 从轻发落 这两个人实在没法装出贤惠了 所以没让康熙免出洪轩的责罚 康熙点了点头又问道 红警红使 你们是怎么个意思啊 三阿哥和四阿哥恨得牙齿痒痒 你光明正大的偏心就好了 做什么表面的文章干嘛呀 洪轩和洪使还能说什么呀 自然说洪轩心是好的 但是康熙最后的处罚 却出乎了众人的意料 洪轩 你觉得朕是不是该奖励你啊 洪轩一听打了个寒碜 一下老实了 孙儿不敢 康熙拍了拍桌子 一拍胡言 谁给你的胆子 来呀 拖下去 打十大板子 刑事突然的急转直下了 虽然八阿哥后来 勉励的帮着求了两句情 虽然四阿哥和四阿哥 也随口请康熙法外开恩 虽然洪警和洪使 也怯生生的请康熙 不要打洪轩的屁股 但是洪轩 依旧没有逃脱那石板子 而且康熙还黑着脸 冷冷的带着原告和伪中间人 站在一旁观醒 洪轩当时虽然疼得 将嘴唇都给咬出血了 但是硬是一滴泪也没有流 这让他的三个伯伯 看向他的眼神 又多了一份的考究 康熙的眼神也越发的暗了 回到阿哥所之后 太医上药的时候 洪轩还是坚强的憋着一口气 硬是坑都没坑一声 把太医佩服的不得了 可是当入夜之后 屁股上敷满药膏的洪轩 却将头埋在了枕头底下 呜呜地哭了大半夜 洪轩虽然知道半君如半虎 但却也没有想过 一向对自己宠爱有加的康熙 突然会变了脸 说来也怪老实 回回都是光打雷不下雨 这让洪轩潜意识里 多多少少也会觉得康熙 了不起也就是 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加上这几年 康熙也是的确是很溺爱她 许多事情只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没有过问 洪轩行事便少了许多的忌惮 却不想 康熙却突然来了一个倾盆大雨 让洪轩从头两道脚 泪如雨下的洪轩 愤外地想念老师和齐木格 压低着声音 乌叶地喊着 恶鸟 阿玛 阿玛 可怜兮兮地哭了一个晚上 直到天快蒙蒙亮 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查干巴拉一大早就递交了进攻探视洪轩的报告 而康熙在早朝前很是痛快地就批准了 因此查干巴拉赶到阿哥索的时候 洪轩正顶着双红肿的双眼 眉头紧皱 歪着脑袋 昏昏沉沉地睡着觉呢 查干巴拉看了看洪轩那哭肿的眼睛 心里一阵地难受 又是心疼 又是埋怨 沉默了许久 才低声地问着 在一旁伺候的太监 吴叔来 大哥 多久才睡下去啊 吴叔来小声地说道 昨儿好像是哭了一夜 今早奴才们见着大哥睡得正香 也没敢叫醒他来吃早饭 有小厨房吗 院子里的小厨房没开过火 查干巴拉从袖子里 拿出了两顶金子递了过去 去御膳房跑一趟 打点一下 备些粥 大哥醒来就传过来 查干巴拉虽然认得眼前这个太监 也知道好像是阿格索里的管事 但却不知道他的底细 洪轩进宫以后 府里的小厨是一个也没能带进来 总不能将人家给阉割成太监嘛 所以这身边伺候的都是进宫时 康熙从内务府挑的 也有九阿格和老师安插的 但是这个吴叔来 能当管事太监 没准是康熙的人 因此查干巴拉才会一次拿出两顶金子 也算是给他一些跑路费了